9月19日,以情系恒山共化镇新为主题的《2024海峡两岸同名乡镇恒山互动协作即基层交流座谈会》在穗宁召开 来自海峡两岸恒山所在地嘉宾,台中市太平区基层参访团,穗宁市有关领导,传于两地台商协会 台资企业负责人和再岁台胞台青等嘉宾近100人参加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,海峡两岸恒山嘉宾介绍了各自恒山的地理区位、人文环境、经济发展等情况 就促进海峡两岸恒山经济文化贸易互融互通,推进创意农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恒山民众心灵气和,助推穗宁与台湾两地融合发展 探索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新途径 深化海峡两岸恒山同名乡镇在农业、经贸、旅游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座谈会后,两岸嘉宾将前往穗宁市规划馆、科技馆、宋慈博物馆、广德观音民俗文化 设鸿市驼牌镇生态酒量工艺、大音县卓同景镇、景岩文化等地参访考察 座谈会上,海峡两岸恒山乡镇就相互合作 促进发展进行了签约,同时发表了合作倡议 活动由穗宁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穗宁市委员会 穗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海峡两岸同名乡镇恒山互动协作会议秘书处 穗宁市台胞台鼠联议会协办 2101 7 8 8